来关心震荡中国中南海重庆事件后续发展 经验出进入美驻成都总领馆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据了解向美方叫出了大量涉及中共内幕的黑材料 但是美国政府对材料内容一直保持沉默 引发外界的许多猜测 短短两个多月来中共政坛强政不断 直接涉及薄熙来周永康江泽民等血债派的生死命运 因此由美国官员批评 美国政府错误低估了王立军的情报价值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报道说 王立军2月6号逃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后 美国国务院做出决定不打算对王立军采取欢迎态度 据说美国高层曾经对王立军事件进行磋商 王立军离开美国领馆后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白宫也一直拒绝公开谈论王立军 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官员的接触 以及王立军所揭发的材料 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是做得很有外交特色了 或者说是很有外交手段了 为什么他拿到材料以后他什么都不说 他保持沉默 有没有价值我不说 我就让你中共内部去猜 让中共的中纪委也好 国安也好和王立军之间去猜 中共总是怀疑王立军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说长了 有美国官员指出 美国绝不可能屁股王立军 王曾经帮助薄熙来打黑 政治背景太复杂 美国前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李凯如认为 从美国政府的观点看 卷入其中毫无益处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罗斯雷廷南 曾经在二月份要求公布所有涉及王立军事件的外交电文 邮件和备忘录讯息 也有消息说 海外民运人士有70人联名签署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材料内容 但国务院对此并没有回应 据美国官员透露 虽然有关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的消息 在华府并没有广泛流传 但是美国政府对王立军所提供的资料严加保密 不允许官员参阅相关电文 就连平时能够阅读这类资料的领导官员都不得阅读 两个月来胡温大动作 血债派连连被清除 薄熙来被撤职 谷开来以谋杀罪被追查 有消息提到 温家宝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 不惜武力拿下周永康 而大陆网站百度 最近也一度解禁 维火 神韵艺术团 转法轮 活摘法轮工学员器官等内容 都直指江泽民集团死血 新唐人电视陈翰采访报道